哈喽哈喽大家好 你们猜今天谁产了 今天我老丈母娘说是 今天我的岳母大人啊 想吃点素菜 家里边正好还剩点茄子什么的 简单做一个家常版烩茄子 拿两个茄子 然后把茄子给它切成小块 你们别说 切这茄子就跟切棉花糖一样 感觉还蛮治愈的 准备两个尖椒一个青椒 然后 给它切成这种小块 然后准备点葱 咱们把它的根去掉 然后咱们把姜 给它切成这种小片 家里边还有点五花 咱们切点 本来是一条一条的 结果冻起来就长成一块了 但咱们刀比较快 就算冻的邦邦硬 也切起来比较顺畅 葱姜里边稍微来点生抽 来勺花椒粉 来勺大料粉 然后来点十三香 然后咱们来点老抽 稍微来点点料酒 然后搁点盐 咱把西红柿 咱们把西红柿 给它改一下刀 切块 咱们给里边来勺辣妹子辣椒酱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一点点油 有温微热 咱们把五花给它下里边 咱们把五花简单煸炒一下 把肉片炒至微微焦黄 咱们把提前调好的料汁给它下里边 给它简单 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把西红柿给它下里边 然后小火再给它煸炒一下 然后咱们把茄子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稍微给里边来点水 盖盖咱们小后给它炖上半个小时 然后咱们给里边再来点豆角 来点粉条 再给它焖上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啊 咱们给它焦的 咱们焦的差不多 然后把青椒和辣椒给它炒一下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哇 先来一片五花 对 说实话这个味道相当nice 超鸡爽 哇天 这个粉条 有点给力 有点给力 而且咱们这边的本地粉条啊 比较耐炖 炖完以后绵然爽滑 相当给力 再来一口这个粉条 哇 相当给力啊 哇 相当给力啊 给粉条都够盖一次饭了 要诶 对 然这也就是 为了 诶 一 似的 表 一 很 大的 我们 溫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茄子不能炖太长时间 发现炖完以后 茄子肘不肘了 不是特别耐炖 我操作的步骤 好像不是很正确 夹到的这一块 好像是茄子 不管怎么说 这个烩菜还蛮好吃的 米饭必须盖 谁盖谁可爱 食用у 很均匀 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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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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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破 不嫌 不宜 来点赖盐菜 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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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啊 吃饱了 感谢大家收看 祝所有看视频朋友都天天开心 拜拜 明天见